你平常营收一两亿 突然之间到6月跳了15亿多 我们会主要是6月营收 跳增很大原因是因为我们有一大批电池轨 终于是到了现在 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电池轨一下要等9个月 各位财神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谢金河 欢迎再度收看老谢开讲 今天的单元我们特别邀请到 云豹能源的总经理赵舒敏 跟云豹能源的花言人张建伟 那么两位来到我们节目的摄影棚 那么大家知道在2016年 云豹正式成立到现在不过只有7年的时间 但是大家可以想象得到 台湾在整个新能源的建筑的路上 现在不断的创造很多的惊奇 6月我看到云豹的营收 已经跳上了15亿9千多万 那今年的上半年 它的营业额29.59 我相信这个是一个在成长路上 非常重要一个转折点 我们今天请赵总经理跟张建伟发言人 来跟大家谈谈云豹的未来 我相信这是在探索台湾的新能源产业当中 从太阳光电离岸风电除能到受电平台水处理 然后到生殖能源六大项目当中 云豹现在所占的位置 跟他未来发展的角色跟潜力 我们先请赵总经理跟观众朋友问候一下 哈喽大家好 我是云豹能源总经理 我是赵书铭 好欢迎另外我们张华言人 嗨社长好 各位来宾大家好 我是云豹能源发言人张建伟 好非常欢迎 我相信在这一年当中 大家看到个魔兽传奇 也是云豹投资 那在这一段时间 大家也可以看到云豹其实 今年我看有配息2.06了 已经算非常不错了 所以我想今年好像有一个比较大的爆发的 关键时刻 所以今天请赵总经理来跟大家谈谈 云豹从2016年一直走到现在 我们在整个经营的历程 先让我们观众朋友了解一下 谢谢社长 因为我们其实云豹能源成立的一开始 我们其实就很简单 我们只是觉得这是一个未来新兴的产业 而且我们觉得这个是对地球好 然后我们几个经营团队 我们就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事业 而且是对台湾未来是很好的一件事 所以我们就投入了这个产业 那一开始我们当然是比较简单的 就想说进入门槛最低的就是太阳能 所以我们就从太阳能开始做 那当然我们在早期的时候碰到非常非常非常多的困难 因为我们从没有认识你 不知道你是谁 然后呢你想要去跟人家说服说 你要让我做太阳能 你没钱没名 然后也没有 人家不知道你做不做得到 那所以我们也是在耕耘了两三年之后 开始留一些成绩 那也取得了可能一些居民们的认同 我们才开始越做越多越做越大 那当然在这个转型的路上 我们知道就是在世能源的项目非常的多 我们绝对不会是只看一个太阳光点 因为你每一个产业一定会有一个发展的一个限制 它会有一个时间性 那我们也会认为说 在这么多的再生能源的领域下 如果我们只看太阳能一个产业的话 对我们来讲 我们会觉得好像有一点点局限了 那既然有这么多 我们既然想要做的就是永续这个方面的话 那当然我们在其他的再生能源项目 我们也都可以看 所以其实我们在三年前2020年 我们就开始布局 想要就是刚刚社长有提到的这六大领域 都是我们现在有在看的领域 那甚至还有非常多 不是在这六大领域中的 跟再生能源相关的产业 其实我们也都持续的有在观望 有在研究 然后希望能有机会 一样透过就是并购 或者是其他的方式 然后或者是技术合作 然后让我们可以更快的踏入其他的领域 所以我们目前的主轴 就是会是这六个领域 但是实际上我相信在今年明年 应该是还会有更多新的消息出现 这里我再特别要请教你 你现在看你如何定位零报能源 就是你有六项 像现在宏德 你问他 他一定讲 他们是新型的电力公司 把那个范围拉得更大了 那这当中一定跟受电的平台 有比较密切的关系 所以现在就是说 你现在讲到像世纪钢 大家知道水下基础工程 那云报现在如果六项的话 你们如果要定位云报 怎么定位自己 如果定位我觉得这样 我们就希望我们是做 全方位再生能源整合服务 所以也就是说 只要你想要再生能源就想到云报 不管你今天想到再生能源的哪一个项目 比如说我想到的是 不管是想要做离安风 想要做生殖能 想要做低热什么 你只要想到永续 或你讲到再生能源 我希望想到的第一个就是云报 所以大家可能会觉得 我们好像看起来做得很杂 没有一个主轴 但其实对我们来讲 没有我们一直的目标非常明确 只要是再生能源跟永续相关的 我都希望我们能做 那我们当然会说 就是刚刚碰到的问题 就是说 那你没有一个很明确的定位 或是我就是做太阳能 或者是我就比如说做水下基础 那我会不会就是觉得 好像不够专业或不够专精 其实我也是碰到蛮多人来问我 说你这边碰一点 那边碰一点 你到底哪一个才是你的主轴 然后或者是说 哪一个才是你觉得你最厉害 或者是你觉得你最能够拿出手的 但其实对我来讲 我们其实在每一个领域下 我们其实都是找 在当个领域下 就是很资深的一些partner来做合作 那这样子的话 就可以确保我们不论在技术上 或者是在专业度上 都是非常足够的 那当然在这个这样子的项目下 什么是我们的主轴 我会跟你讲说 我们的主轴就是看 现在市场的需求是什么 它就是我们今年的主轴 所以我刚才一开始讲 我说你看到 银豹请耐静宁当董事长的时候 很多人都跟我讲 他说银豹是新潮流在里面搞 问他这个 我后来跟他们讲 我说他只是大家公推他当董事长 但是我看股东名单里面 你也没看到什么新潮流的人 所以我说我说这个一开始 就让大家误导 就说好像政商关系不得了 我在想说 其实你们有很多上市公司 也投资你们公司 那现在在这个新能源的路上 其实我觉得这个我们发言人可以来谈一谈 就是说小英开始讲到六大核心策略性产业的时候 就大家都很疑惑 他讲到新能源的时候 从我们到2025亚灰和家园 从太阳光电一直到离岸风力发电 离岸风力发电是大家误解最多的 你看到很多的火电专家 像陈立成他们公开讲 他说蔡英文把那个几兆的钱丢到海里去了 刚开始我们也没有想象力 好像他讲的也对对不对 但是后来一想一想 那个一开始定位在离岸风力发电之后 他创造非常多的产业 很多产业从这边开始不断的茁壮 这个茁壮以后 今天如果你看你们的市值 你们当年用10块钱投资 现在九十几块有100多了 你知道那个时候 你相信这种产业的 从市值提高所产生的竞争力 这个是对产业带来非常大的助力 所以我想从银报开始创业的时候 你们怎么办的心情 到今天这个经过7年的时间 你们都得到哪一些真正红色的果实 应该是这么说 其实我们当时成立云报能源的时候 就是为了政策 跟为了环境而开始走起来的 因为当时在2015年11月的时候 新的政府新的政策 那绿能5加2 一直是我们向往的一个方向 第一个你又能够从事业中间赚钱 又是在这个事业的过程当中 还可以为社会做点事 环境做点事 基本上是全赢无输 可以说是百利而无一害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我们从云报能源成立到今天 其实我们一直是从战战兢兢 到兢兢业业 到现在我们其实有一点点踏实 因为我们所期待的事情 跟我们所预期的事情 其实是mapping的 那包含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我一直很感谢我们的经营团队 就是我们的经营团队一直是 就像刚刚我们赵总讲的 我们是年债趋势在哪里 我们就走到哪里 本来2016年开始 我们是从政策起走 政策目标很明确 在2025年要进行无核家园 有一个20GW的一个路径 你看经历过 三年五年七年的这种轮转 其实我们慢慢可以发现 政策其实会有顶的 政策也会有盖子 所以其实我们早上两三年前 我们就开始转型 除了政策之外 就要进行到永续了 虽然转型很辛苦 因为我们其实离开了舒适圈 可是我们从光电到了风电 到了橱档 到了绿电 到后来现在接的 生殖能水资源 或者是更后面 我们想要去并购的 其他的不同的再三年元体系 我们是真的要从政策延续到永续 然后永远做下去 希望我们所做的事情 都是可以整合到 再生能源的平面发展 等于说你无论在何时何地 你只要想到再生能源 只要想到永续 你就会想到我们 我们回来六大产业来看了 就是说离岸风力发电 跟太阳光电 这大家都很熟了 现在在这一块里面 比方说今年我们可以感受到 台电的电网更新 他所创造的 你想一想 过去中兴电工 市电 华城 股价都不会涨 今年他们是不得了的翻了 这个就是说台电的输配电 电网它有很大的四处的量 所以公司的业绩 也开始有爆发性的成长 现在包括除能 台湾现在每一家公司 其实都在除能上 开始扎根努力 这个如果你从除能开始 到售电平台 因为过去来讲 我们整个售电都台电在卖 现在要打破这样的一个 建制就是说我们怎么来经营 我们就从这个角度开始来谈 其实目前我觉得台湾 现在除能跟绿电 我觉得还是比较是分开的 那因为除能 现在大家会现在建制的 这个除能系统比较多 都还是否就是台电的 开的调频辅助服务为主 但因为除能最近真的是 困难重重 挑战重重 大家也看到停工抗议的 这个案件是非常的多 那我们其实现在 当然我们自己的除能案件 也是持续在进行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刚刚社长 一开头就提到 我们六月的营收 有一个创新高的一个表现 其实就是因为我们的除能案场 我们持续有在推进 那就像我们一直提到 其实在地的沟通 跟事前的沟通是非常的重要 那我们也希望我们这个案场 可以在今年或明年 可以顺利的把它就是完工 然后可以参与台电的辅助服务 但是呢目前现在除能跟绿电 我们还是会分两端来看 因为除能我们现在的 目前的一些电厂 其实它主要都还是否 就是协助台电 做这个调频为主 那我们的绿电呢 那就不用说绿电绝对是 我们认为现在最夯 也是需求度最高的一个产业 那主要其实很简单嘛 因为国际供应链 R100的倡议其实大家会要求 那第二个答案就是呢 台湾自己有用力大呼的要求 那再来台湾其实上市柜公司的 ESG报告里面也会有要求 你要做什么呢 这是要做什么 其实买绿电是最简单的 现在是这样的 就是说你看到很多政治人物 每天都在批评台湾会缺电 我跟他们讲啊 我说台湾其实不会缺电 但是台湾缺绿电 为什么呢 现在那个结构里面 我们绿电的占比大概8% 那如果到202 我要15%的话呢 那其实空间还很 那政治人物互相骂来骂去 但是事实上 如果没有小英当年把太阳光电 这个离岸风力发电 类为政策发展的核心产业 现在你拿来去找力电 这个就是台湾现在最大限时的问题嘛 每一种各种不同的新能源 大家都有有在配置 那我也看到最近公告 你们尾声标到敌化的什么污水处理 36亿的标案嘛 这种标案就是说好你现在从初能 这样一路看看到水处理 那生死人也当然跟地都有关了 这两块你们现在发展的情况怎么样 其实水处理我们一直觉得 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环 因为你其实我记得 那个台积电执行长也有说过嘛 你缺水比缺电更可怕 其实大家就之前一直缺电 因为跳电你一分钟没有冷气 你的感受度是很强的 但你可以一个小时不喝水 但你没有办法一天不喝水 但是呢其实水这边是非常重要 所以我们其实在布局了这个尾声之后 我们就希望借由他过往40年在台湾做所有的 不管是再生水污水处理 民生用水海淡他们都有经验 我们希望借助他们的经验 能够把这个水的部分 可以就是发展的更多 所以其实在我们并购他们之后 就陆续已经取得了可能六七十亿的一个 政府的标案 就代表说这是一个刚需 这是市场就是政府其实一直都有 就是这样子的标案出来 只是要不要做 而且其实我们发现在水这边其实相对寡占 其实竞争者是蛮少的 他们有点像是今年有十个标案 大家坐下来是用分的 人人都有讲 而且你只怕你做不完 不怕你没得做 那当然第二个我们还是希望未来啦 其实因为台湾毕竟是个岛 那现在如果台风不来 我们就有可能会面临缺水 所以我们也希望我们可以再做那个海水淡化 这是我们就是接下来的一个规划跟目标 这个海水淡化有一定的难度 很难很难 但是这就是我们要做的挑战 这个我们张建伟来跟他也谈一下 其实今年营报能源得到的曝光度最高是 那个磨兽Power来台湾 所以他个人变成一个亮点 那你市场上在讲说 你投这个广告会 我相信他创造的广告量跟他的价值 看起来这个也是国内在行销整合里面 非常重要的首创的一个佳作 也就是说让台湾也可以感受一下 国际知名球星在台湾的能量 那我想你们已经走完了这个合约了 但是整体来讲 我们来怎么看这一次 你说从CSR的角度来讲 这个营报这样一个投资 你们创造了多大的效益 其实在一开始起心动念找磨兽来 只是因为我们想要在篮球的市场 创造一些不可能 是 做了一些别人没有想到的事情 所以那时候 我们花了非常大的功夫跟时间 去把耗耳说服来 我坦白讲 我必须说 在他没有踏到台湾路径的那一刻 我真的不知道 这个结论是什么 其实我抱的是非常 就像我跟您报告 我是战战兢兢在看待这件事情 而且那个钱是先出 效益不知道 那后面其实 从当卖票的秒杀到场场爆满 到他的 坦白讲他的边际效益 确实超乎我的想象 其实最重要的并不是 磨兽他本事 而是磨兽这两个字 让非常多人 对我们公司产生了好奇心 对 到底是什么样的公司 会想要去做这件事情 那这也就是成如 我们除了磨兽 这一路来帮我们 带带很多的知名 因为其实 除了篮球以外 将来有没有在背的球 单向球向 我们一直都有很多球 我们其实都有很多球 我们其实从棒球 足球 五人足 包含马拉松 其实我们都有非常多 相关的运动 因为对我们来讲 我们在支持这个ESG 或CSR 他是没有 没有一定要往哪个方向走 我们直接只要对社会好的 我们应该就是会去做 所以这个效益 对我来讲是 不一定是价格 其实是带的更多的是价值 一直以来 云豹在做很多事情 都是在抱持的 怎么样做到强强联手 创造最好 这个是一个 让全民运动 能够广度跟深度 更加杂根的 所以我想很多人 也许不知道银豹 但是你找了魔兽来以后 这个银豹能源 从此大家耳熟能详 这个是创造 极大的广告效果 这个我们来看 就是说银豹现在 原来从新贵 现在转到创新版 这个转折 也有人在讲 他说以前我在新贵的时候 成交量很大 现在到了创新版 因为他很多限制 所以成交量反而收了 大概是15分之一 这个其实 你们未来的考量 你到创新版之后 我相信最后还是要上市 将来走向 直接到上市的 资本市场 集中市场 我相信应该是 你们未来的规划 这个未来的时程 到底怎么安排 应该说现在 因为法规上的限制 因为当时我们会选创新版 其实我觉得对我来讲 也是一个政策的响应 因为政府推了 这个新的板块 那他其实是锁定 5加2产业 那对我们来讲 我觉得就是一个新的板块 本来就需要一点时间 来暖机 那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近两年 其实政交所是 非常的积极跟努力 所以其实现在 越来越多的企业 就是有加入了这个 创新版 形成一个产业聚落 那当然我们目前 已经挂了3月 挂到现在 那当然成交量 可能会受到一些限制 所以可能会稍微比较低 但因为这个限制 我们现在听到是 也是要 可能希望8月就有机会放款 那我们也希望 可以这个板块可以更活络 那至于我们自己的规划 我们就在一年后 我们可以就是转到主板 所以我们应该是说 我们会follow法规的规范 然后可以转的时候 就是把它申请转板这样子 好我想还有一个 要特别请教总经理 就是说我们大概看到 你平常营收一两亿 突然之间到6月跳了15亿多 那今年我看有法人报告说 年来两三块 现在他们说 今年可能要9块钱 这个跟原来那个 好像市场上 有点高度注意这个讯号 就是你们看起来 今年的成长力道 会比往年有更跳跃式的成长 所以今年这个整个动能 大概是从哪些创造的效益 我们会主要是6月营收 跳增很大 原因是因为我们有一大批电池 电池柜终于是到了现在 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 电池柜一下要等9个月 然后PCS那些一等等一年 那所以其实这些就是会等 花的时间比较长 所以我们其实上半年 1到5月我都在等 那我现在刚好在6月的时候 它就是一批批到了 所以我可能就是在工进上 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跳幅 但是因为随着下半年 我整个所有的电池到 然后再包括我 就是整个工程的完工 所以其实我们下半年的 一个动能持续 应该是我们认为 还是会蛮好的 那当然在太阳能的部分 因为我北门去年 其实已经完工了108枚 但是我有20枚是今年完工 那今年完工加收尾 其实还有一部分的营收 也会贡献在今年 然后加上维盛 其实有得了那么多的标案 近六七十亿的标案 其实也陆续会有一些反应 所以其实我们整体上 我们会觉得 今年度的营收 是非常可以期待的 好我想这个大家也乐见 这个银豹有更大突破性的 非要的成长 好那个银豹在去年 大概发电力 大概3354万度了 那今年看起来要1亿度 如果从3000多万到1亿度的时候 我们这样目标达成力有多高 基本上我们目前在签署的这个度数 已经突破10亿度 10亿度 已经10亿了 我们云豹在手上的合约 绿电部分已经突破10亿度 那这样的过程当时很多人会好奇说 那这样只是单靠我们云豹自己的发电 够不够自己自足外还要再供应呢 对我们现在来讲 我们现在最大的特色就是我们有非常多的demander 就是我们非常多的需求方 因为知道云豹在绿电上面做得非常的大 而且资源来得非常广 不是只有广 我们能风 还有其他相关的水利或者是地热 其实我们都有在观察跟作业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很多大手慢慢 因为他们觉得 与其对很多家中小型的 不如对一家大型的 那当这件事情形成了一种patent 慢慢就有非常多相对的中小型的供应链 他们打不进去大型的需求方的市场 与其就间接找上我们 所以我们供的电 不仅仅是我们自己自发 另外还有很多 别人 就像气咒一样 是 别人卖给我们 对别人卖给我们 这一环也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点 所以其实我们认为 我们每年的绿电的供应比例 会日益增大 而且可能不是小幅度的增长 可能慢慢到后面 会用倍增的方式 现在有离岸风力发电 大概有200支以上 后来卧序也邀请我去看 他离岸风力发电的封场 非常壮观 那一艘离岸风力发电的施工船 我看造价60亿 然后你那个嫁接 衔接工人上的那个变电站 在那个海上 我看是壮观的不得了 那这个就是说你 如果没有清零现场 你不知道那个震撼度有多高 你知道海上就 台湾从没有到有 你想想现在大多数人都没有想象 你没看过嘛 因为在海上 那你在海上也会看到 哇那个风机一支一支 这样架起来的时候 那那不得了 所以我们最后来请总经理来看 谈一谈一谈 就是说台湾在绿电未来的路上 政府跟业者将来如何能够双方 有更多的配合 能够让台湾这个产业更茁壮 其实我觉得就是 大家现在是碰到最大的问题 就是企业买不到绿电 那政府也很努力在帮忙 那现在李岸风又碰到一个 因为大家都是在寄望 就是2025 2026 2027 并往的挖几局一局的这个容量 我们可以拿来买绿电 但现在胖问题是 国际银行都不接受嘛 因为他觉得你是哪位 你买的绿电 你能够保证你能够付得出钱嘛 所以其实这些 International Bank 其实是不白单的 所以其实我觉得政府也很努力 他们其实在过往两三个月内 他们其实有了一个保证机制嘛 那第二个我觉得很重要的重点 其实我觉得刚刚发言人有提到 其实我们在绿电总办 也非常重要的角色是为什么 因为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其实是成功 跟很多外商真的有签下供电合约的 其实这为什么说这点很重要 因为其实你知道外资 他们都很严格的供应商的 一个审查的要求 其实这些小的这些企业是真的进不去 而且你先不要说 那个英文合约几百页 那你根本不用说 他对于供应商的要求 资金背景什么 他都会有很大的一个减合 所以其实我觉得 我们会是一个非常好的 一个转接口 就是大家来找我 然后由我来出面对 这些外资可能可以放心 那再来由我这边来去跟这个 李岸峰的发电厂商 然后搭配就是现在政府 推的这个保证机制 可能International Bank也会比较放心说 OK那由你来当这个 总窗口来做这件事情 所以慢慢的 其实现在绿电很多 大大小小很多 就跟当时一开始的太阳能一样 慢慢的它会收敛 然后我觉得我们就会有很强的 一个优势在这一块展现出来 所以其实现在 我们不是只卖我们自己的电 我们光收电 其实都收得还不错 都已经状况都还蛮好的 所以我觉得绿电 它这个一定是 因为它是一个最容易达成 你ESG的一个目标 所以其实我觉得绿电这一块 绝对绝对 也就是只会越来越需求越来越高 是 台湾你要找那种 未来五年十五年 一直都很好的行业 就是绿电 我相信就是绿电 绿能 就叫新能源 那我相信云豹在这个起跑点上 经过六七年能够累积上百亿的时候 我相信你所有的股东 大家都得到很好的回报 你们自己的竞争力 我相信也翻了好几番了 我相信有更大的发展的空间等你们 那我想今天感谢我们赵总经 也感谢张花燕人 今天我们对云豹的访问 到这边告一段落 感谢大家的观赏 下周同一时间请大家继续收看 请大家吻